Hello 歡迎大家收聽星期二娛樂 今天是2022年3月27日 星期日 已故的天后梅艷芳 妹姐 她大佬梅啟明 真的完美演繹了 什麼叫做人無恥變無敵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這件事都發酵了很久 就說她媽媽 陳美甘 就登報跟她脫離關係 之後更加被她老婆 Joey 踢爆她是很風流 很貪錢的真面目 幾乎所有人都跟她劃清界線 一個人可以為了錢 可以做那麼多不要面的事 不過都還未夠 因為她一直都覺得自己 是沒有做錯的 她覺得自己沒問題 不知道她是不是走投無路 可能有沒有錢 突然間在3月26日 昨天 就向傳媒發出了一封道歉信 寫給她媽媽的道歉信 有時候不是說壞 不給她機會 對她 但是她這個180度的轉變 很明顯是人都知道她為什麼 周圍無路了 花了些錢 搞不定了 所以才會做這個工作 如果不是 根據之前做得出的行為 可能她會覺得自己錯 除了有原因 就是沒有錢 就算了 在這裏 和大家分享一下 信的內容 不過我抽些部分 免得都讀了 首先 寫著 上款 自覺大傳媒 她說 一開波就認錯了 她說 我梅啟明不對 我又錯 我犯罪 我辜負了 母親的期望 老婆的愛 失去了兒子的榜樣 沒有做到做兒子的責任 老公和父親的責任 對他們做出傷害的行為 不忠不義的行為 錯誤認識了第三者 本人已經再三反思 已經決定離開 全民中的第三者 對家庭負責 啊 全民中的第三者 是不是真的是第三者 什麼全民中 她是不是第三者 你自己最清楚 何來全民的呢 更對本人 一時衝動 在記者會講出 不負責任的說話 向我家人道歉 我感恩我媽媽的養育和照顧 由於我是兄長 從小就要擔起 家庭照顧弟妹的責任 而媽媽一直會交很多家庭的責任給我 蛤 真的這麼靠得住嗎 照顧弟妹的責任 你有沒有這麼有責任心啊 了解媽媽才會對我最寵愛 只是長大了之後 我對這個責任開始有點討厭 更會在媽媽面前做出更多放縱的行為 我公開和媽媽道歉 感恩老人家一直包容和支持 日後會盡力做兒子的責任 好好照顧年長的母親 想到很抱歉 希望老婆和兒子都可以原諒我 可以認可我認錯的態度 我真的已經深刻地反省了我的錯誤 我明白這次不忠的行為 對老婆和兒子造成了心靈的傷害 影響了兒子的情緒 希望老婆和兒子可以再給我知錯能改的機會 我一定會引以為戒 不會再犯 好像一樣愚蠢的錯誤 這次的教訓真是很大很大 最大的就是生了水喉 相信 好了 以後我會本著兒子 老公 父親的身份 注意言行和說話 也希望大眾都給我改過的機會 勤奮做事 不會再做出不忠 不孝的行為 說不負責任的說話 再次 我這種行為 為兒子做出壞榜樣 大眾也對我家人造成影響 破壞了爸爸的形象 我太太一直都很關心我 愛護我 我行為傷害了我老婆對我的愛 傷害了我一家人的感情 所以今後我就要好好地對她 感恩她為家庭付出 好好照顧和培養兒子 當然啦 除了她媽媽 兒子和老婆之外 她也有 這封信都是發給傳媒的 她又說 我真誠地接受大眾批評 對於這一切 還將進一步深入總結 深刻反省 懇請相信我能夠記得教訓 改正錯誤 今後加陪愛我的家人 做兒子好榜樣 同時也真誠地 希望家人能夠關心支持我 並對我的問題糾正 梅啟明上 大眾原諒你給不給機會你呢 這就沒什麼所謂的 我覺得 你最重要的是你 你真是對不起那個 是你媽媽 你的兒子和你老婆 但對於大眾來說 沒事的 多個人 你改不改 我們都不是不同的 是不是 唉 雖然我都不太相信 這個浪子回頭得那麼快 始終江山易改 不過如果是真的 都是一件好事來的 起碼 世界都少了 這個混蛋 妹姐 也可以全下也知道 不用死都不硬幣 但是之前明明他都說得很厲害 媽媽每個月給2萬元很少 其實 2萬元可能對於養一個家來講 不是真的很多錢 但就憑你媒體明 你連這2萬元都沒有 我都不知道你怎麼生活 對不對 好啦 接下來就跟大家說 多一件無恥的事 我也覺得挺無恥的 香港人一向都喜歡用潮語 尤其是時下的年輕人 亦都有不少潮語 真的發揚光大的 見字飲水 相信大家應該都沒有 應該都見過 也都聽過 或者可能甚至乎講過 見字飲水 這個潮語 日前就被人說 原來他註冊了 做商標 還成功 曾經向一些 在社交網站的 post 寫過見字飲水 這4個字的商戶 索償了5位數字的金額 這件事曝光之後 網友就紛紛去查 有些關於潮語 或者字詞的註冊情況 原來除了 Happy Birthday 原來都被人註冊了 還有 TVB有兩間子公司 竟然註冊了 一句叫做 CCTVB 一句叫做 Say No for TVB 這兩個商標 話說這個潮語的出處 是來自一個 Facebook的 專業 專業叫做 CCTVB的23市 這個專業當然不是支持TVB的 他們就說 因為見字飲水這件事之後 CCTVB的23市 Facebook就去了八卦 去查一下 TVB究竟註冊過什麼商標 竟然驚訝地發現了 CCTVB 和Say No for TVB 這兩個字的商標 被TVB的子公司 Sanara Group Limited 不知道有沒有讀錯 正在註冊 而註冊的狀態 就是 已審查 已發出首份審查報告 說回為什麼 關於這個項目的 Say No for TVB 其實這個名字 Grammar是錯的 那個項目就說 是因為他們其他成員 創立這個專業的時候 的失誤 但是因為這個 名字用得很久 所以他們都免得改 但是無獨有偶 就成為了他們獨有的 一個標誌 區別 Say No to TVB團隊的象徵 TVB明知道Grammar錯 都要去註冊這個名字 擺明就想趕絕 CCTVB的234這個項目 估計他們成功註冊雙標之後 就可以向Facebook 和其他公司 舉報他們 收他們的項目 收他們的項目 那個項目 就這樣說 你說TVB是不是很賤 是很賤 但是有效 你看 就算是新聞 報道新聞 間接幫TVB宣傳 只要TVB不妥理 就可以舉報你 Facebook是偏幫TVB的 連大公司都這樣 其他不認識的 我們外國公司 就更加會傾向相信TVB 認為我們是沒有牌的 過去我們都已經 對過不少這些麻煩的 Facebook專頁都接過兩次 簡單一點再說 其實就是意味著 CCTVB 譬如說你這樣寫 因為其實之前 大家都知道 CCTVB的來源 是為什麼 因為說他的作風似央視 所以被人改了 CCTVB 這個名字 而 Say Low for TVB 就是 Facebook專頁 CCTVB的234 這個專頁 他的IG名字 是一模一樣的 如果他真的成功註冊了 就意味著TVB是可以為 只要你們寫這兩個字 都可以舉報你們 亦都可以追究你們 根據知識產權署的資料 原來CCTVB和Say Low for TVB 這個申請註冊商標 申請人都是一個叫做 剛才說過 Sanora Group Limited 翻查資料 TVB年度報告 曾經顯示過 這間公司是 TVB主要的附屬公司 TVB有100%權益 而這間公司 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 兩個申請涵蓋的 產範圍 貨品 服務類別 達到7種 包括研究 視聽 印刷品照片 廣告 商業營商 組織 管理 教育 娛樂 法律服務等等 而且也發出了首份的審查報告 代表差不多可以了 其實好在見智飲水這件事 令到 大家突然有個熱潮 去查這些商標註冊 不然就查地雷都不知道什麼事 TVB不告理由自可 他隨時都有這個權利 如果註冊成功的話 那就真的有點過分 不過TVB 不算是第一天的 大家都知道 不用多解釋 我不斷摸街 吹 溫兆凌近年都長住在內地 多數都是以登台和出租為主 他為了保持自己的人氣 他不斷玩這個導演 拍片 昔日走偶像路線的他 去到這個57歲的年紀 哎 搞了新意思 他的 Video 大家都知道 是無厘頭的 沒有內容 一時是角色扮演 一時是唱歌跳舞 近日他更加拍片 就講了一條難撞的短片 有人問他 想靠煉吃飯 可有沒有顏色 請問應該怎麼辦 然後 然後溫兆凌呢 就好像一 一想 做什麼想 想事的樣子 就很認真地回答 只能靠 不要念吃飯 真心的 不要說他的那個 我笑了 真的 笑了又 但是我終於明白 為什麼溫兆凌 他可以放下他的偶像包袱 不知道什麼偶像包袱 經常都拍他這些 肉麻當有趣的影片 其實真的沒有 你為了溫食 但是最基本 我欣賞他 是一件事 雖然是有一點面猛一點 但是他能夠這樣說的 起碼證明他自己知道的 他不會覺得自己很正常 還是個英俊 我覺得他有自己知名 起碼 就是這個正面的想法 其實就好 大家會不會因為他這件事 而去捧他牆 去支持他 是另一回事 但是起碼他這件事 我覺得 他有多貼地 好啦 最後這個時間 就不是每天一MIRROR 因為其實這兩日土著 都沒有什麼MIRROR的東西 好說 都無謂 硬找些東西來講 那我就說一下那個美女 一代女神 就是 電堂級人馬 簡直是這個美女 37歲的周實 他自從在13年的時候 哇 13年 九年前了 跟他的舊愛 陳偉誠分手之後 感情到現在都沒有著落 今個月初 就被雜誌拍到 他跟一個 高高瘦瘦的男人出街 兩個人呢 還在中環IFC 那裡逛街 細聲講大聲笑 表現好親戚 這位男士 還跟他一起選這個 底衣 內衣褲 關係似乎就不是普通朋友 正當外界都以為他 是不是有新戀情 都恭喜他 替他開心的時候 他就接受傳媒訪問的時候 就說 其實這個新歡 是他的造型師 喔喔 就是大家想多了 難怪會和他選bra 他說其實他們兩個 認識了很久了 經常都會一起逛街 是他的造型師 我覺得做刑事都不一定不可以發展的嘛 那試一下吧 是不是 若然不發展的 不如 試一下跟這個電影拍檔吧 Bosco看看有沒有發展機會 哎呀 周俊娜都很ban了 Bosco好熟 而且現在做到好朋友 挺好 不過Bosco都挺幽默的 唯一的缺點 就是太英俊 但是他說他不介意選英俊 他說不介意英俊有很多桃花 因為他是個外貌協會的會員 宅偶條件最重要是說外貌 那是怎樣啊 是不是暗示王中宅有機會啊 好啦 今天的娛樂新聞就到這裡 記得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Patreon頻道 與費贊助 拜拜